后来隔了十多年 他又来到北京找到庄老冬 两个人开始了密切交往 这个时候两个人产生了感情 可是要结婚当时障碍重重 因为庄老冬是个特殊人物 不能和外籍女人结婚 这时候作祖木敦子表示 我为了跟庄老冬结婚 我放弃日本国籍 我加入中国国籍 这就等于他把日本那边 企业的高职各方面都不要了 当时把这个事 直接是帮忙着中国拼协的荣誉主席 当时天军市市长李瑞桓 李瑞桓把这个事接过来 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 又到政治局 最后到了邓小平手上 最后邓小平批示 你们两个人可以结婚 后来87年的时候 47岁的庄子栋 和43岁的作祖木敦子 两个人喜见莲礼 后来写这段的时候 庄栋把这段名字就叫 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 那么在文革当中 毫无疑问 庄子栋和徐印生李富荣 这些并肩战斗的战友之间 产生了很多误会 或者说直接的隔膜 那么这些隔膜是怎么化解的呢 这也很巧 我恰恰是他们化解 这次隔膜的一个见证人 在2002年9月份的时候 徐印生李富荣同时收到了一封信 这个信是庄栋冲写给他 庄栋冲当时呢 要办一个庄栋冲国际乒乓球俱乐部 那么要办成有国际影响的俱乐部 就需要当时官方的一些支持 徐印生当时正从国际平联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 而李富荣当时既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又是中国平鞋的主席 需要这两位大人物出面 所以庄栋冲给两位写了一封这样的信 叫《由于历史原因》 我们这些并肩战斗的战友产生了隔阂 如今我们都老了 我还想为乒乓球做点事 希望得到二位的理解和支持 底下用了鲁迅的一句诗 杜尽皆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眠仇 写这封信希望得到二位帮助 当时又有一位平坛民宿 给这个庄栋冲出主意 他俩观音比较好 说你这么单请很难 你这样 你搞个庄栋冲秋冲会 国际平坊球俱乐部 秋冲会何许人员 1952年进入中国平坊球队 那是元老级人物 也在61年打败了罗马尼亚的高基安 获得了中国乒乓史上 第一个女子世界大打官 果然 在这个2002年11月底 在海淀大中司 这个庄栋冲国际平坊球俱乐部 当时挂牌叫庄栋冲秋冲会 国际平坊球俱乐部 他的接牌仪式上 徐云生李福来 而且现场的场面很感人 我当时也在场 也拍了一些照片 当时呢是 接牌之后 庄栋冲主动上前 跟李福荣握手 跟徐云生握手 握手这一瞬间 这闪光灯闪 因为这是历史的一刻 从打这个文革之后 这些没在一块待过 没在一块握手 所以你说 回过去那段历史 再看看眼前 现场有很多人眼睛都湿了 感到很感动 我后来把这段呢 写了一篇文章 叫穿越时空的握手 并且配发了 我本人写了一篇评论 叫让历史告诉未来 感谢观看 因为我们很多人在乒乓球界 一提到庄栋冲名的时候 都惠莫如深 那么他这次回归 我们可以坦荡地 让历史告诉未来 中国平凉球史 在庄栋冲这 可以画了一个圆满的这个句号 那个年代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它融合回了 中国平凉球的主流家庭 那么就有了完善 这段历史的可能 因为庄栋冲 你无论怎么绕 它都是无法绕过的路